比如这个盘子 你们看这盘子 画着四个炉燕 画着一层鲜花 上面还有一些飞着的蝴蝶 那跟我们今天说的有什么关系呢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北漂 北漂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一个词汇 你仔细想 这北漂这个名啊 它就在北京产生 我们一般说 北上广深四大城市里都有漂泊的人 为什么没有互漂呢 也没有广漂 也没有深漂 唯独就有北漂呢 这个北漂很有意思 它最初的出现 它并不是跟这城市有关 而仅跟这个城市中的一个电影制片场有关 这个电影制片场就叫北京电影制片场 北京电影制片场 现在都已经拆了 改成房地产项目了 非常的可惜 那个地方实际上应该可以成为一个旅游景点的 它中间有很多景 这个厂区里有很多景 开过很多有名的电影电视剧 当时有很多想学表演或者想表演的演员呢 就是天天待在北影场门口等待演群众演员的这个机会 那么这些人呢 无论刮风下雨 无论酷暑言寒都会在北影场门口等待每天早晨的偶然的被招去 演电影演什么呢 演群众演员 有时候是背景演员 什么叫背景演员 一会儿我告诉你 那么我那时候啊 偶尔还去到这个现场去探探班 比如啊 我有一回去探班 他为什么去探班呢 因为他拍的这个电视剧呢 跟古董多少有点关系 是邹靖之写的本子 叫五月淮花香 我去探班很有意思 到门口啊 真赶上去得早吗 真赶上有一个不知哪个剧组的导演 副导演 其实也不是导演 那个我告诉你们 这个剧组啊 有一导演吧 有一堆子副导演 这副导演就专门管群众演员 到门口喊 说我今儿啊 要三十个人啊 这个排队排队 哗这人迅速啊 本来是散着的一大堆人 毫无智慧的人迅速就排成一条队 他就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一直数到三十一切 说后面不要了 后面你多招两个吧 不要多招谁给钱呢 就要三十 走排队进去 多少钱呢 他在招的时候他就喊 今天一人二十 那是好多年前了 一人二十就一天 那么这帮群众演员就在那排队啊 排好了以后 这三十个都敲定了 进北京电影制片厂一进门啊 一人就剩十九了 为什么呀 门口收一块钱票 那时候的北影厂啊 是见人就载一刀啊 不管你进了是拍戏还是看人家拍戏 进了就一块钱啊 全当您是参观 所以二十块钱一进门就变十九了 这些人到那以后呢 该化妆的化妆 该换衣服的换衣服啊 说你演什么呢 您就坐这门口啊 要饭的 您就在这门口啊 您就是一忙流来回走着 就行了 每个人都没什么重的任务 那么这种演员啊 飘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门口的这种演员呢 有时候活得挺累 我那时候看他们有时候挺可怜的 没得吃 为什么没得吃呢 我感染这么一事 这帮人进去啊 化妆换衣服的这功夫啊 就突然就听见那个道具破口大骂 说谁把我这么大葱给吃了 说我在早上上菜市场买的啊 一会儿拍戏还用呢 说这大葱谁吃了 就乱嚷嚷 他说我他大妹儿 说谁吃葱啊 这没事 好 有一群众演员饿了 两天没吃饭了 一进去 什么都没得吃 一看这道具这儿 有这大白葱啊 山东大葱又长又好 两个大葱 一会儿全咽肚子里去了 你想这人得饿成什么样 这个群众演员不容易 不容易 你比如我在那看啊 就突然有个副导演冲出来 就说说 哎 这是一角色 哎 俩耳光子 谁愿意来 加三十 呼一大堆人就冲上去了 你想想我们平时的人 谁打你一下你干呢 你都不干 你跟人玩命 可这拍戏啊 就另说了 俩耳光子 添三十 你想拍一天戏 才给二十 这俩耳光子给三十 很多人愿意干 我原来以为啊 这俩耳光子 十五块钱一个 后来我才明白啊 这耳光子值多少钱 是另说的 他说俩耳光子是指剧本里的俩耳光子 拍戏要是一条过 您就俩耳光子 要是十条过 您是二十个耳光子 您得挨着啊 所以挣这三十非常的不容易 那不容易为什么人都愿意去呢 是因为里头有一人成了 这人叫什么呢 叫王宝强 你们都看见了吧 最近的电影 道士下山 王宝强就是典型的北漂 当年被冯小刚大导演一眼看中 演了个天下无贼 就是草鸡变凤凰 顿时就抖起来了 其实他在这之前演过一个片子 叫《芒景》 只不过没引起大家的注意 他真正成名啊 就是他的天下无贼 那么王宝强就变成了一个 所有北漂人的一个示范 大家都觉得自个儿能成 能成 演戏吗 不定哪天 你说王宝强长得也不成 那嗓子也不成 那嗓子老跟踩一脚似的 是吧 都不成 人家就成了 这嗓子就是有特点 要没这种捏着的嗓子 还就真不成了 你说他王宝强一出声 跟赵忠祥似的 你说这事能成吗 他就成不了了 所以大家都觉得 王宝强就这点条件都能成 我们怎么都不能成呢 所以都漂在那 想有一天能够落地 买一大别墅 那么跟北漂相对应的 还有一个词呢 叫横漂 我们都知道 今天全中国最大的影视剧的 这个制作基地 就是浙江横电 横电呢 有一大堆漂在那儿演群众演 那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很有意思 那些人叫横漂 我这些年基本上也没去探班 原来探班觉得挺好玩 什么叫探班呢 就是人剧组拍戏 你不是有个熟人吗 您就跟人打一招呼去看看 看看挺好玩 因为你知道剧组里经常有漂亮女孩 所以大部分人探班都是奔着他们去的 只是心里不爱说 你比如我探过一班 这班呢 主播拍的 这戏没法看 为什么没法看呢 什么人都抹得脏了吧唧的 这戏大概是拍龙须沟 我专门跑到天津 打了一个现场 我去看 去看的时候呢 人家开始一拍呢 我就不能聊天了 我就撤出来 撤出来在一边待着 那边有一破窝棚 里头有一堆子 男男女女的 都穿的全是跟叫花子一样 我看女孩都没清目秀 挺好看的 抹得脸脏脏的 干嘛呢 做背景演员 什么叫背景演员 就是脸根本就看不见 这就叫背景演员 那摄像机啊 全部在河那边拍戏呢 他们在河这边来回走柳 北京话走柳就来回走 那导演不喊停 您就来回走 从这头走那头再来回走 走一天挣不了多少钱 我就跟他们聊 我说你弄这事干嘛呀 第一 你不是想出名吗 这出不了名 您是一背景 脸都照不着啊 远远的一小点 谁注意你是谁呀 你连个特务甲 匪兵乙都当不上 您就是一背景 女孩跟我说 就是喜欢 这点很重要 就是喜欢 没有道理 一走起来 还拿着劲 您想想 河这边 河河那边 您就是一背景吧 她就是一个穿的 跟叫花子似的吧 她走到向那台上的小姐 还拿着布 还骂 那副导演说 怎么走那 怎么走那 就喊 说你走那姿势就不行 您看人像要饭的嘛 所以背景演员也没那么好当 但是你知道 有人总能出来 怎么出来呢 我告诉你啊 有人就做这背景演员 突然有一天 就做了群众演员 什么叫群众演员呢 就是你站那儿 镜头扫过去 你有一脸 这就算群众演员了 突然有一天 导演说 这有一角色 有两句台词 你行不行啊 说行 来试试 试试 一上去 一说还真行 你只要行 有人就能记住你 下回说 哎 那台词说的好 那人呢 把他叫来 今儿又一台词 明儿又两句 慢慢慢慢 就演个小角色 这小角色 就背不住 哪天成为大角色 就看你能不能够演戏 但有人不行啊 有人给你这机会 这台词一遍两遍 三遍四遍 过不了 那导演就烦了 说哎 你下去吧 换衣 换衣 得赶紧换衣 你这辈子 这机会就丢了 每个人不管你做什么 你要一定要准确的判断自己的能力 不要判断别人 先判断自己 能不能胜任这份工作 你喜欢表演 你有没有天赋 对不对 什么叫天赋 你看生活中 我们每个人生活中周圈都有的人 学什么像什么 这人就叫有天赋 是吧 北漂 北漂慢慢慢慢这个概念 这个外延就扩大 变成了异地打工者的一种代称 我们异地打工者呢 我想应该是有两大类 第一类首推农民工 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 全国各地的城市的主要建设 就是靠他们 我们有很多农民兄弟 从土地中走来 走入城市 帮你建筑 对吧 干最苦的活 我们城市人都不会 你别看你住高楼 你自个儿盖不了楼啊 所以你要依赖别人 我记得奥运会 2005年06年那时候 为奥运会几罗密鼓的 盖那鸟巢的时候 有那个记者去采访 扛着摄像机 就对着那些民工 就说 这么大建筑 中国这么大建筑 你在老家盖过吗 那个工人就说 没盖过 你想想他老家 哪来盖这么大一鸟巢 不可能啊 说没盖过 说你在老家干过 什么呀 那个工人说的特有意思 他说累过猪圈 你想前面是累猪圈的 后来就给我们盖鸟巢 说猪圈跟鸟巢说起来 还是比较对账的 所以我们今天的城市的 大部分建筑 或者说所有的建筑 都是农民工兄弟 帮你盖起来的 包括基础工程 什么叫基础工程 这挖一沟 那修一路 这都叫基础工程 这些基础工程最苦 都是我们的农民工去做 但是他们不被关心 我们漂的概念啊 其实还真的不包括农民工他们 实际上呢 他们虽然也是漂着的 但是大家把它单独的化为一类 叫农民工 什么时候我们没这个词汇了 那我们农民工的地位就提高了 那我们真正这种北漂都 都分什么样的人呢 大概有这么几类 第一类是最普遍的 我们每个人都接触在城市里 叫服务类型的 第二类是什么呢 是科技人才 第三类呢 那是高端行业啊 一步步高 往高处走 那么服务行业有这样一个特点 第一是低学历 学历都比较低啊 高中就算高的了 初中的 甚至小学的啊 甚至还有文盲的啊 低学历 低年龄啊 一般都是低年龄 但是他们有优点 优点是什么呢 什么都干 什么都愿意干 没有更多的这种文化障碍 我们人呢 文化学多了 有很多文化障碍 你不要以为你有文化 就是个好事 文化多了以后 你很多事你干不成 你心理承受力非常的弱 只有他们有极强的 心理承受能力 所以在这座城市里 构成了这个城市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某种意义上讲 是这个城市的风景线 我说的这个不仅仅是北漂 是我们今天中国所有的城市 包括县城 每个县城都有外来的人啊 我有时候出差啊 到哪个县城 吃饭干什么都跟人聊天 就要问问哪来的 都不是本地人 都是外来的啊 那我们可以看看啊 主要有什么呢 餐饮行业吧 我们都知道吧 销售行业吧 比如按摩啊 足底行业吧 快递行业 都是靠这些年轻肯干的 这个漂在城市里的人 我们以北京为例啊 因为我对北京这个城市 相对来说比较熟 其他城市不熟不敢去说 比如北京啊 就是各种服务类的行业 它形成一种帮派 什么叫帮派呢 就大部分是这类人 你比如做早点的 北京做早点的 十有八九都是安徽人 对吧 那么包括保姆啊 保姆安徽的保姆 无为的非常厉害啊 早年都是无为的 现在当时来自哪的都有 比如装修的啊 竟是江苏的 江苏的手艺好啊 还有山东的 比如保洁这个行业 四川人就多啊 四川人做保洁做的好 你看你要是河南人 河南人就做不好 你比如按摩师啊 我们组地按摩 你不用问 大部分都是河南来的 你知道北京卖肉子 到哪来的吗 江西的维多 北京的澡堂子 你不用问 都是东北来的 东北人开澡堂子有经验 过去你不要以为 都是扬州师傅能开澡堂子 东北师傅更能开 为什么 东北冷啊 一年有七八个月都冷啊 没事就泡那热澡堂子里啊 那水蒸汽啊 东北的澡堂一进都看不见人的啊 水蒸汽大 这个这个跟雾一样 所以这些人呢 他有老乡概念 有老乡概念呢 他就会把老乡之间的这种技能 你比如说早点就是个技能 互相传递 帮助你这所城市呢 运转